接下來算是複習 我們國二已經教過的 萬有引力定律 來回想一下 任何兩個具有什麼東東的之間 都有怎樣的力量 叫做萬有引力 萬有就大家都有 誰都有 有什麼都有 兩個是什麼字 記得嗎 很好具有質量的東西 有互相的 怎樣有什麼作用的力量 互相吸引互相排斥 互相怎樣 互相怎樣的力量 兩個 萬有引力 所以互相怎樣 吸引排斥還是什麼 大哥 吸引還是排斥 排斥 你屬豬我知道 互相怎樣的力量 吸引你的力量 我當然知道你是故意講的 反正你都是吐槽 你心中不快樂 有兩個氣有質量東西都有 彼此互相吸引的力量 叫做萬有引力 重點這個 正能這個 跟叉叉成正比 跟圈圈成反比 請問你 叉叉成正比 跟誰成正比 記得嗎 跟質量什麼 不光質量 多多多兩個字 不只是質量 多兩個字 質量什麼 平方不是 質量成績成正比 我們兩個互相吸引 我有質量 你有質量 我們兩個質量相成 所以質量成績成正比 跟什麼成反比 記得跟什麼成反比嗎 距離平方不錯 距離平方成反比 我等一下會出現公式 但國中基本上沒有公式 國中就只有這個 質量成績成正比 距離平方成 考就考這個 啊我請問你 我質量變三倍 力量變幾倍 啊我距離變兩倍 請問你力量變幾倍 就純粹比來比去就好了 所以記得這個 然後把它帶一邊比就好了 質量成績成正比 距離平方成反比 任何兩個具有質量東西 都有彼此互相吸引的力量 稱為萬有引力 大家都有 有質量就有 它的大小跟質量成績成正比 距離平方成反比 所以我站在地球上 我就被地球吸引 我的營業大小就這樣子算 叫公式 國中基本上沒有公式 基 兩個質量相成 地球質量 N1 乘以我的質量 質量成績成正比 距離平方成反比 注意 我是地球 我站在地球這裡 我跟地球距離要算到地心為止 為什麼要算到地心 以後再說 國中不告訴你為什麼 你就記住 我這個距離要算到哪裡為止 算到地心為止 所以我站在地球上 這個距離就是地球半徑 就是地球半徑 OK嗎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會得到 我所受到的引力的大小 就是這麼大 然後配合我們的F等於MA 質量成加速度 那個小M就是質量 我的質量 所以我就得到一個A 就長這樣 這就是我在地球表面 受到地球的引力之後 所會產生的加速度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東西的質量消掉了對不對 物體的質量消掉了 所以這個加速度大小 跟物體上有關係 沒有關係 然後你看哦 M是地球質量固定的 R是地球半徑 也是固定的 G就是外有引力常數 國中沒有礁 它也是固定的 三個都是固定的 所以大小就怎樣 固定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東西 不管質量大小 它在地球表面上 所受到引力產生 加速都一樣大 對不對 就這麼大 一樣大 多大 我們要你背貨 多大 9.8公尺秒平方 對不對 所以在地球表面附近 只受到重力作用 所產生的加速度 是一樣大的 就是我們要你背的重力 加速度 9.8公尺秒平方 只有是 我們所跟各位 複習的 萬有引力定律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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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